12月12日 北京商报记者从阿里拍卖平台获悉 浙江娃哈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娃哈哈实业十万股股份 将于12月28日13时起拍 半年前 娃哈哈实业也有过一次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先例 此番股权拍卖之所以引发关注 在于不上市的娃哈哈似乎已给了普通人持股机会 多年来 娃哈哈频频被传上市 但至今仍无实质动作 分析人士认为 在娃哈哈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宗福利接班后 未来借助融资甚至走上资本市场都有可能 但目前娃哈哈的股东人数庞大且分散 要登陆A股的难度不小 一年内股份两次被拍卖 阿里拍卖平台显示 此次娃哈哈实业股份的起开价格为184万元 折合每股18.4元 参与拍卖需缴纳保证金36.8万元 每次增加幅度为5000元 截至12月12日晚10点 该拍卖已经吸引了1.6万余次围观 但无人报名 据阿里拍卖平台公布的信息 娃哈哈实业成立于1993年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 注册资本9179.1755万元人民币 把定代表人为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 营业期限为1993年2月至5固定期限 这并不是娃哈哈实业股份第一次被拍卖 2023年6月 朱济市人民法院曾在阿里资产平台 公开拍卖16750股 浙江娃哈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做下7.5万元起拍 这次拍卖共有17人报名参拍 经过124轮竞价 37次延时 最终以34.2万元的价格成交 溢价率高达356% 最终成交价格折合每股20.4元 通过阿里拍卖平台可以看到 6月娃哈哈实业被拍卖的股份属于司法拍卖 股份被朱济市人民法院查封 12月28日将被拍卖的股份属于资产转让 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 相关工作人员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此次股份转让方为浙江省饲料有限公司 其即将被兄弟公司合并吸收 上级单位要求其处理该笔股权资产 该股权继10年 每年每股份红3至5毛 最高5.6毛税后 初步计算 若拍的娃哈哈实业10万股股份 每年的收益约为3万至5万元 多次传出上市风声 娃哈哈实业10万股股份被拍卖 引发业内对于娃哈哈是否想清理股份 为上市做铺垫的遐想 对此 乡宋资本执行董事 沈蒙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阿里拍卖平台大多是进行涉及司法处置的拍卖 而从此次娃哈哈被拍卖的规模来看 应该也是属于小额交易 所以不太像是进行股份清理 应该是当初转让方和娃哈哈有合作 然后入股 娃哈哈实业的股份一直比较分散 据天眼查 发起法人股 占约43.032%的股份 内部职工 占约31.4693% 社会法人股占约25.4985% 据了解 娃哈哈从1999年开始 试水员工持股计划 到2003年 公司已实现全员持股 目前股东人数超过1.7万名 过于分散的股份也导致娃哈哈恐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上市 根据IPO相关规定 你上市公司申请上市的时候 员工持股计划需要进行股东穿透处理 穿透后最终股东人数不超过200人 2017年 2018年和2020年 娃哈哈传出要上市的风声 但均被公司否认 目前仍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公布 2017年 在娃哈哈30周年庆典上 宗庆后首度对上市改口表态 上市以后能加快企业发展 在适当时候 娃哈哈也会考虑上市 最接近上市的一次 是在2018年 娃哈哈表示 以3元每股 扣除0.4元税后 为2.6元每股的价格 对原有员工 股份高价全部收回 原因是原来股份的激励作用在下降 并强调 收回股份 为员工自愿 不过 随后娃哈哈又否认了回购员工股份 是为上市铺路 二代涨舵 欲回巅峰 2013年 是娃哈哈最风光的时候 彼时其以中国食品饮料业老大的姿态 创造了738亿元营收的历史新高 但2013年 也是娃哈哈业绩下滑的开始 2014至2017年 娃哈哈的营收 分别为728亿元 677亿元 529亿元 456亿元 呈现持续下降态势 作为娃哈哈的明星产品 营养快线在2014至2016年的销售额 分别为153.6亿元 115.4亿元 84.2亿元 几乎腰斩 同时 娃哈哈在瓶装水赛道也接连受阻 随着农夫山泉 华瑞衣宝等品牌后来居上 不断蚕食着娃哈哈的市场份额 2023年12月12日 在杭州举行 娃哈哈集团2024年全国销售工作会议 与以往宗庆后 在台上侃侃而谈不同 此次会议上 二代掌门宗福利 承担起宁心俱力的角色 宗福利表示 娃哈哈创立的连销体模式 犹如毛细血管般遍布全国 深入各地县镇乡村 构筑了稳固的市场 但这远远不够 新的一年娃哈哈 要在抓牢墙市市场的同时 瞄准特通渠道 积极开拓新市场 对于上市 宗福利曾持积极态度 上市是企业发展的正常举措 企业接后的发展需要拥抱资本市场 只有完成与资本市场的结合 才能助推企业走得更远 中国食品产业 分析师朱丹鹏认为 娃哈哈的整个模式在改变 未来可能会步入资本市场 当宗福利成为接班人之后 整个经营思维都是围绕资本市场 这匹配整个行业发展的趋势 也匹配娃哈哈 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战略 朱丹鹏进一步表示 娃哈哈有五百亿的规模 而且整体利润还不错 有这个体量去冲击资本市场 但是登陆A股可能有点难度 沈萌也表示 娃哈哈不是坚持不上市 而是要上市的话 涉及的改革成本太高 对于股份被拍卖等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邮件 向娃哈哈实业发出采访函 截至发稿前 未收到回复 对于股份被拍摄大致的 参考人会议 发行民优优独播剪达 参考人会议